HELLO,我是阿怪 今天來介紹關於天涯明月道M的六大職業公約介紹 希望能夠讓玩家快速了解遊戲 每遊戲目前共有六種職業 太白、天香、神威、糖門、蓋棒、梨花 而每個職業都有不同屬性與定位 就看玩家要如何選擇囉 太白定位為盡在輸出 太白的角色人物非常帥 是目前遊戲中最多人選的職業 而太白是武林第一劍派 武器為劍與劍霄 起手快、手招快、高爆發 機動性強、靈活多變、操作難易度、死顆星 與真武完全相伴 太白是以攻為首 戰鬥節奏非常快、極為靈活、不需要太多的預判 招式發動、快、狠、嘴、擁有極高的爆發 在對手沒有脫離技的時候 往往可以一招技能完全帶走 擁有可以刷新所有技能的CD時間 所以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打出兩道爆發傷害 攻擊迅猛的同時也擁有全門派最多的解控手段 所以在戰鬥中往往打了對手措手不及 而不足的就是防禦能力 如果打完所有的爆發技能 對手仍然沒死的話 往往會陷入被動的狀態 太白擁有瞬間爆發的傷害真的非常優秀 所以在論劍時 全部的職業幾乎都是烏烏開 若對自己的操作有信心者 那就選太白吧 太白是大部分覺得最帥的職業 缺點就是解控招式會消耗建議 雖然太白的招式不能馬上使用 攻擊力高代表著擁有較低的防禦屬性 這樣會讓太白變得比較脆弱 副本最主要的輸出職業 推薦指數3顆星 而團戰現在看來團戰的表現一般 有時候還不如蓋幫 推薦指數2顆星 而課金的程度是4顆星 如果需要強一點的話 就一定要花錢了 重課金玩家秒人首選 不建議一般玩家選擇 PVE 注重出招準確度 兩招就需要秒掉敵人 需要控制無魂點穴的CD時間 建議推薦點數 洞察生法 總結 太白是近戰輸出 強調機動性爆擊率 拿見的純近戰職業 可以打斷王的招式技能 迅速破招 剋金的太白在野獎上是非常厲害的 天香定位為忠誠治療 武器是閃或劍 只有女性角色可以選擇 擁有兩種型態自由切換 一個是奶香 一個是劍香 奶香注重治療 而劍香更注重戰鬥 戰鬥中 為劍香型態 遠近結合攻防兼備 某些技能極為強勁 並且在戰鬥中還可以使用回血技能 操作難度三顆星 天香攻守兼備 由於束手回春 果色天香的存在 使得天香在戰鬥中 擁有極強的生存能力以及續航能力 配合跑毒戰士會表現得更為強勁 天香唯一的治療職業 可以輸出也可以治療 上手比較容易的遠程職業 缺點就是在PVE需要擁有很好的節奏 在沒有劍香BUB的支持下 傷害偏低移動速度也慢 想要盡頭需要長時間的練習 副本 生存能力強 自帶復活 在副本中最不缺團隊 推薦指數 4顆星 團戰 只能玩奶香 群家有霸體 也有輔助技能 生存能力優秀 推薦指數 3顆星 課金程度 2顆星 是很全面的職業 花錢與不花錢都推薦 天香 副本於任何玩法中 不可活絕的奶媽職業 目前是PVE與PVE的王者 尖香輸出容易上手 輕鬆聚怪 範圍攻擊輸出強勢 奶香是一個很容易上手 但是很難精透的職業 需要學位如何單邊走單邊不屑 在PVE只要會補就不怕沒人組隊 建議配點 氣旋 總結 天香是奶媽輔助型職業 自身的輸出技能也還可以 天香不需要太多的課金去買裝備 找一個強勢的隊伍在副本中奔馳 在副本中團隊中都是必備的人物 也非常適合平民玩家選擇 神威 定位為近戰坦克 武器為長槍弓 骁勇散戰的神威 能抗難打 擁有全門派中最強的突擊能力 也是全門派中最弱的門派 擁有比較多的霸體技能 由於突擊能力非常強 使得神威在PVE中戰術靈活多變 再加上本身血量厚的特性 往往讓一些近戰爆發職業非常無奈 操作難度3顆星 神威憑藉著很強的突擊能力 以及很強的生存能力 使得神威在戰鬥中 能做到強勢的抓住敵人 打出以連套的技能 在弱勢時期還可以迅速脫離敵人的攻擊範圍 所以顯得忍刀有餘 在開啟背水一戰之後會變得極為兇猛 缺點 純外攻、解控職業 吃命中 防禦屬性較一般 在沒有背水狀態下解控之後真空騎腳場 在團戰中就別想著殺人了 副本 最穩定、不需要任何操作的坦克 推薦指數3顆星 團戰 比起該幫略強一些 推薦指數2顆星 課金指數3顆星 神威 天生高定力、高耿骨、高力道加成 所以屬性必須取持惡者為主 輸出多數於定點輸出 技能緩慢又多破綻 所以PVE輸出技能單一屬於非常弱勢的地位 需要技術與預判來補強 建議推薦點數 力道、根骨 總結 神威、冥符騎士的耐抗又耐打 就算玩家不花錢買強力的裝備 坦度也是不錯的 在副本中勢必備之夜 適合維克的玩家選擇 唐門 定位為遠程輸出 武器為傀儡、扇子 唐門操作就比較豐富一些了 屬於超高遠程的攻擊 上場使用傀儡機關攻擊而沒有特別的近戰能力 全程可以使用放風箏打法 同時擁有一定的逃脫能力 擁有遠程控制能力以及遠程爆發能力 但是唐門相對於對於其他職業就比較脆皮了 如果使用逃脫技能不當的話 萬萬會被敵人一招技能直接帶走 操作難度 唐門相對擁有遠程普通攻擊的持續核心輸出 運用傀儡來干擾對方位移 並達到遠程牽制的效果 並在適當的司機開啟技能 遠距去打出一套爆發並且帶有控制技能 是唐門最可怕的地方 唐門擁有兩個脫逃技能 用於被對手近身時迅速脫逃 操作好的唐門是不會給敵人太多近身的機會 靈火運用傀儡是唐門自身的關鍵 唐門操作難度極高 不容易上手 要進通還更難呢 在PVE上 雖然沒有瞬間爆發的輸出 但是由於是遠程之夜 在輸出環境上也是比較舒服的 可以穩定的打出傷害 PVE的部分就利用放風聲、傀儡、陷行 慢慢的魔死敵人 但是因為非常脆皮 所以要當心 反被敵人反打一波 缺點 操作難度過高、血量過低 以持續輸出為主 副本 遠程輸出職業 需要良好的輸出環境 推薦指數 而團戰 永遠的輸出炮台 團戰哪一邊的唐門比較多 就一定會贏啊 推薦指數 5顆星 科技程度 2顆星 不用花很多錢 就可以擁有很好的綜合體驗 唐門是擁有遠程追達輸出的職業 技術取向偏高 還有硬怪與輸出手法 但是因為是遠程輸出職業 容錯率較高 也可以縱觀全場的控制輸出節奏 但是血量天生偏低啊 建議配點 洞察 氣境 力道 總結 唐門是遠程輸出職業 機動性強 操作空間大 輸出能力也很強 但是比較脆皮 對於玩家操縱性也比較高 唐門沒有出色的裝備 也可以靠著技能手法 尿打課金玩家呢 該幫 定位為緊戰控制 武器為全套葫蘆 擁有極強的單體控制能力 還有極強的近清空能力 在戰鬥中我往打的對手 長時間不得動彈 多數技能都帶有霸體的效果 注重近身纏鬥 連招套路場 而且控制效果極高 使得該幫擁有較高的擋格屬性 加上比較多的霸體技能 讓該幫的生存能力與神威補傷向下 該幫擁有極強的抓取能力 還有很多的霸體技能 同時該幫擁有極強的單體控制能力 一套連招打的敵人技能藍全黑 是典型的死殘爛打 再配合強角攻擊 可以令對手脫離的機率大大減小 該幫是目前玩家中最少的職業 該幫的定位為緊戰坦克 有時候甚至可以取代神威當作副本的主坦 打擊感還不錯 也有團隊的增益Bub、PP 或是論件都有不錯的發揮 缺點 該幫的技能大多數都需要力技作為前提 在沒有滿力技的情況下 技能傷害和壓制能力都會大幅降低 副本可以做坦 自主回血能力強 推薦指數3顆星 課金程度4顆星 該幫近戰職業 定位比較偏向於控制職業 打擊感較強、外防高 單體Boss速度也不弱 在提示上也可以當坦 在團戰上面可以當先鋒 破敵招架 霸體技能可以讓後面的人輸出 建議點數、生法、力道 總結 該幫在副本中可以作為主力坦克 免傷比較高、自主回血能力也強 作為輸出的話 還比身為高於檔次 而拼命玩家就不推薦了 中度課金玩家可以選擇 以花定位為機動輔助 以花的定位為輔助奶媽 我們可以理解成 天香為單體輔助比較強 而以花則是團補比較有優勢 副本也是有不錯的發揮 論件的話就必須要打得主動一點了 如果你是有奶的男性玩家 那剛好就可以選以花囉 以花的武器為低子 除了天香外也比較受妹子歡迎的角色 副本可以輸出又可以治療 比天香傷害高很多 而且自己的奶量也不會太低 推薦指數 五顆星 團戰 瞬間團隊血量提升極為強勢 而攻擊範圍也極遠 一個好的一花往往可以帶出一隊團隊 而天香基本上抓不到 推薦指數 五顆星 星度課金可以選擇一花 一花是非常全面的職業 在課星下的一花 可奶可輸出 高爆發 在空攻力的輸出下 可以碾壓其他職業 總結 一花是輔助型奶媽職業 在團隊中可以補血 也可以輸出 是個很不錯的職業 因為自身設定想要打完一套連招很不容易 而且一花是非常吃功力的 功力夠的話 兩套技能秒一個人沒有問題 而玩奶的話 可以瞬間為團隊補血 攻擊範圍也很遠 好的玩家帶一整隊是沒有問題的 以上就是這次的天雅明月刀 六大職業的攻略介紹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訂閱給我 喜歡的觀眾 按住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也辦法開啟小鈴鐺啦 我是愛玩搞怪 希望過來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不記得星期字幕降載 早到ん 不刻極快 最後分享